好啦好啦上公上公 市長福安宮是過去許多總統候選人都會來的 來的之後你對總統選舉有些頭緒嗎 沒有啦 我只知道這個地方 我以前說 以前聽過這個車城的這個土地公廟是全台灣最大的 我後來聽他們講說是全東亞最大的 大概這個土地公廟蓋這麼大真的很少見到 市長 昨天蔡總統又有說啊 國家安全主權醫師不會被拿來當謊 他會非常小心處理福安 算了 不想再跟他口水戰 我是說 因為他不用拖那麼久 如果你要做什麼決定早一點講就好了 市長 那郭董事長 郭台銘董事長 前幾天跟蔡阿嘎錄節目的時候有說有機會你就會出來選 那他說不要給你機會 這是他努力的目標 那有媒體報導啊 就是郭台銘如果沒有出現 有可能會聯合你跟王建民院長組第三勢力 那那個美麗島的民調也把你跟郭董事長放在一組 你跟郭董有接觸過嗎 有這個可能 反正喔 這個這樣啦 台灣 台灣喔 是這樣啦 不要聽說 有就沒有就沒有 奇怪 每天都晚什麼聽說 都受不了了 市長 昨天在那個恆春基督教醫院的時候 有一位穿那個綠白紅衣服的人嗆 他否刺你是檳榔 好像從墨綠變成白色又變成紅色 那這個本來 不過當場好像也沒有發現到啊 沒有注意到 當場是他有跟你合照 你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啊 這個每天 每天在你旁邊走來走去很多啊 所以你也不會去注意到啊 市長 那既然平平啊 就是下鄉嘛 但是像今天又撞到那個韓國瑜的造勢啊 新竹的造勢 那媒體的關注度一定會被稀釋掉 未來會考慮就是辦大廠的造勢嗎 其實台灣如果要走向一個更無名的社會 其實那一種 我覺得我們 不過老實講喔 像我們在美國那種大型造勢活動很少看到 所以 我也不曉得 我就覺得是這樣啦 第一個 實際上的問題是這樣啦 大型造勢活動很花錢啊 因為一讓遊覽車 那車錢那一天對便宜8000嘛 然後你要便當算一算 所以大型造勢活動 像我們這種也沒有事件去募款的很難啊 所以 所以 就實際上的執行上是有困難的 市長 那國民黨第二場政見出前發表會 他是有談到說 老子關係韓國瑜說 能不能這樣把你們嘴對嘴對心跟心對心的看法是怎樣 沒有啦不曉得 好啦沒事 我可能有時候都要想 有時候都要想老半天 到底要講什麼東西 那昨天好像去墾丁的時候 恆春鎮長都有黑頭 是不是有拉到地方的支持啊 沒有啦 人家說來者是客 對不對 就算第一個認識朋友 就算再差 我們來也是遊客 人家也是很熱情招待 不過恆春這個地方真的 我發現這個地方真的PM2.5很低 空氣非常的晴朗 天空晴朗 空氣清新 市長 昨天郭董有喊出0到6歲的小孩熊 所以有什麼加養 通常是這樣 其實我們台北市也在思考這問題 其實 其實老實講 少子化 當然一方面牽涉到文化的問題 不過在實際上的經濟上 也要設法減低這個年輕父母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單純的生產補助沒有用 你給他2萬塊商量 問題是後面那個養育教育 所以我們大概還是一樣 0到2歲怎麼脫育 二到6歲的幼稚園要怎麼處理 這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最近大概 台北有台北的做法 不過老實講 台北還是財政比較好 其他的縣市要像我們這樣推 所以比較困難 不過我坦白講這種幼兒福利 應該做到全台灣統一 不要說因為 目前常常會因為他戶籍不同 然後不同的社會福利 這個還是不太對勁 每天7月1號反送中又活動 所以活動會越長 對蔡總統越有利 對你越有利 不會 不會啦 其實這樣啦 中美對方是世界大局勢 所以我們還是要求起一個平衡 所以 這是我的概念 就是在求取一個平衡 所以還是這樣 不管做什麼事情 台灣的整體利益有沒有 人民最大福利 這個還是 還是一個思考的邏輯